由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临时支出法案,主要避免联邦政府可能在疫情期间与11月3号美国大选投票日前夕面临到关门窘境。 值得一提的是,法案在参议院进行程序表决时最终以82比6通过,而投下反对票的6人竟然都是共和党籍议员。 相较之下,由民主党主导的联邦众议院早在一周之前就已经通过这项临时开支法案。 根据总统签署并生效的临时支出法案,联邦政府将可维持现有支出,主要原因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提名案可能占有到许多议会讨论会期, 因此,议员们将需要更多时间来确保可以为2021年9月30号结束的会计年度拟定好各项预算金额, 包括军事行动、医疗保健、国家公园、太空计划和机场及边境安全。 另外,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也在临时支出法案上达成共识, 那就是额外增加了80亿美元的营养援助计划, 并允许通过商品信贷公司分配的农业援助继续进行。 不过,民主党则要求禁止向化石燃料提炼商和进口商付款。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暂时,我们评论者在洛杉矶的供应下来, 欧洲建计划之旅行动员宝划。 再次再次留下来,我们评论者在洛杉矶的状态中接续到房子上达成共识。